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是有价值的 关注力也就是时间 每天挖的Pi就是积淀了我们的时间关注力价值 所以Pi刚开始本身价值0 当我们每一个人时间汇聚之后 把我们的时间积累的价值赋予在Pi上 就形成大于0的价值 当Pi Network构建的网络流量生态系统不断发展壮大 整个Pi网络价值就会越大 大家好我叫小轩 这期影片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 Pi Network为什么是全世界人们共同的财富 那这期影片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希望影片能够提高大家对Pi的认知 看懂Pi币的价值 这样Pi币以后上线交易使你才会守住Pi币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Pi Network有全世界人们共同的意志 意识 共识集体参与 我们其中一定有很多人能把握住这次时代财富机遇 像改革改放初期第一批下海的人一样 把握住机遇 成就自我 改变自己 甚至家族的命运 特别是Pi的锁仓机制让大部分人都能定期领取分红 维持好的生活水平 多年以后 大家都会是别人眼中的传说和羡慕极度恨的对象 每天几秒钟点亮闪电居然也可以赚取巨额财富 不可思议 瞠目结舌 其实每天点亮闪电里面有我们的时间 共识 步道和热度 注意力 关注度 是我们所有先锋的集体共识 贡献 共识 让PiB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普及和流行 其实这就是价值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也是我们能成就一番伟业的价值所在 我们的认知 共识 坚持和步道 才有了今天3500多万的活跃派友们 全球200多个国家的参与 才有了大约10万的活跃节点布局 更会有以后的生态繁荣和大街小巷的支付流通 广大人们的集体共识 贡献 认知 注意力 认可度 参与度 这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而PiNetwork的创办人 尼古拉斯博士的PiB 更是以普世的理念 让全球所有人都能公平地参与进来 把货币的助币权 真正地回归到人们的手中 做到了分发的分散性 公平性和去中心化的纯粹性 体现了真正的公平 民主 安全和自由 所以Pi是全世界人们共同的财富 有着全世界人们共同的意志 意识 共识集体参与 贡献而来 因此它来源于 人们又回归于人们 Pi所迸发的潜力和力量 都源于世界各国人们对自由 公平 安全 信任的深深渴望和诉求 Pi正在满足觉醒了的 人们期盼已久的一种诉求和需求 而Pi的价值 恰恰体现在了能满足需求的价值上 Pi的发行量固定 锁仓机制 质押机制 金融理财存币生息 资本 机构 高认知者的手币 未来海量生态的繁荣 未来大量用户的涌入 这条件都决定了Pi币的市场 极具稀缺性 并且会逐年稀缺 以上条件都决定了Pi的稳定性 保值性 增值性和昂贵性 这这些特质 恰恰又进一步吸引了资本 人们的持有和参与 有进一步加剧稀缺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在未来Pi越来越成功了 未来无论我们的资产 法币 还是劳动所得 所有人都愿意变成 转移成Pi持有 因为不只是Pi币的安全性 便捷性 增值性 高效性 更重要的 它会是未来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一种价值交换载体 是人们的一种流行 一种习惯 可以把Pi币比喻为黄金 但又比黄金具有便捷性 安全性 高效性 增值性 未来每年Pi的增值 会远远大于 现在很多法币的 理财产产品利润所得 因为无论是个人 资本 企业 甚至是国家都可能愿意 参与到Pi的生态里来 获得Pi币 持有Pi币 储备Pi币 流通支付Pi币 这必定会是一种潮流和趋势 Pi的主网意义重大 Pi主网之前 也许属于比特币 和以太方的世界 但是Pi正是主网以后 将是Pi Network的世界 Pi登场即是巅峰 更是巅覆 而主网后获得Pi的方式 生态就是最重要的渠道 而Pi的生态 恰恰有赋能了实体经济 促进了Pi的流通 和经济的繁荣 另外我们也可以想想 如果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 去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企业是把产品变成 不断贬值的法币 还是变成不断升值的Pi币呢 所以企业的态度 又进一步推动了Pi的生态 熙熙攘攘皆未利来 Pi币就自然保值 增值属性就决定了 未来生态的繁荣和壮大 而生态的繁荣壮大 又进一步加剧Pi币的稀缺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而Pi的不菲价值 又紧紧地锁住了 全球10万活跃节点的运行 又紧紧地吸引着 每天点亮闪电前来的新老用户 又大大的促进了生态布局者的积极性 稳定的分散性网络 广大忠实的用户 积极参与并不断壮大的生态 在Pi Network经济体系里 形成一个完美的良性的闭环 Pi真正地打开了区块链 加密世界的潘多拉魔盒 而前期参与的Pi友们 将会无比的荣耀 自豪和富贵无比 传统经济赚的是信息差的钱 现在赚的是认知差的钱 区块链是一场认知大战 Pi官方暂时不会上主网上交易所 因为要稳固上涨 也就是说暂时不会开通兑换法币功能 也就是大家说的变现 将Pi币换成法币 因为Pi官方要让大家 先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购物 稳固币价 而且也改变大家的思想 和喜调没有共识的Pi友 大家只要看懂以上的这点 就可以读懂Pi Network要做什么了 我们可以称为叫 货币过度 蜕变 变革 只有让大家形成一种习惯性 使用Pi币来抑惑 换取你想要的东西 才能够打破传统秩序 和人们思维的基础 才有可能实现金融革命 小轩我以前有跟大家说了 Pi Network的初衷 就是成为全球流通运用 最广泛最具有包容性的 点对点加密数字货币 Pi币就是钱 钱就是Pi币 Pi币做到全球线上线下流通 购买万物的时候 根本不会去变现 但是项目方了解人性 不给我们变现 就只让我们去消费 有些人可能觉得 目前Pi币不能变现 就不要继续挖了 不过我们想想看 就算目前这个阶段 不能将Pi币变现 但是 大家谁又舍得免费的便宜不减呢 其实我们把Pi币卖成钱 无非就是购物 消费 易货 如果有共识了 Pi币都能做到了 将Pi币变现成法币 和用Pi币来购买 你想要的东西又会有什么区别呢 无非就是像以前一样 银子和黄金的区别 而且将Pi币换成法币的话 法币还会不断地贬值 我们可以把Pi币理解成是黄金 因为Pi币是限量发行 稀缺 珍贵 所以Pi币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那为什么人们还会将Pi币换成法币 去买这个东西呢 我们最限时金融 就是买车买房买楼 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 各种消费服务旅游 未来Pi币都可能可以实现的 因为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商家和企业 接受Pi币支付 然后有专家预估 Pi Network正式上主网后 其市值超过10万亿美金 今天在交易所的所有数字货币 加起来总是值才1万多亿市值 Pi Network如果正式主网上线后 就是超过10万亿美金市值 大家可以想象什么概念 据了解 现在很多人都在布局了 因为Pi正式主网后 开源了 需要过度WAP3.0的企业 数不胜数 那时候需要Pi币的人太多了 那么前期做生态的能不闲吗 估计这么一设置 商城一货最低的价格 马上就要见证新普森预言了 OK 这就是小轩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了 派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加油哦 我是小轩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